就是外件关系 根据我们之前Sclass创建外件的这个方法 我们回顾一下 用这个Blog.belongsToUser 然后里面呢 我们需要传入一个外件 对吧 ForentKey ForentKey的外件的名字呢 就是我们模型里面定义的这个UserID 不是这个 这个Blog模型里面定义的UserID OK 这样对吧 这样传建外件 然后这样其实就好 这样我们就可以同步数据了 这里我有两点解释 有两点需要解释一下 第一点就是我们当时讲外件的时候 讲过两种方法 第一个是Blog.belongsToUser 也就是说一个用户拥有多个微博 对吧 这是一共多的一个关系 还有一种是User.hasManyBlog 对吧 还有一种是这样 但是这个呢 我们暂时还用不到 所以说这个我们就先不管它 就是这个和这个的区别 我当时也讲过 这个是我们在查询微博的时候 顺带查出用户来 然后这个呢 是我们在查询用户的时候 顺带查出微博来 那我们一般更多的情况下 是我们查询微博的带出用户来 比如说我们查询个人的微博 对吧 带出我们个人的用户信息来 是这样 所以说这个呢 我们暂时用不到这种查询用户带出微博来的这种需求 所以用不到呢 我们就先不管它 用到之后我们再说 这是第一点我需要解释 第二点需要解释 就是说我们说过这个地方呢 我们可以不写 不写的话呢 它会自动帮我们去创建一个UZD 那这儿不写呢 同理 这儿呢 就也不能写 就是说我们只定义一个content和image 然后这个地方直接去这样写就行了 但是我说过我个人是不太喜欢这种方式的 那就这种方式看一下不显示 所以说我更习惯的是 也更推荐的是这个地方 我们把UZD显示的写上 然后我们定义的时候 把外件给写上 这样的话就更加 符合于说这个 关系型数据库的这么一种外件的定义关系 这看得更明显一些 OK 这样的话就定义完了 定义完之后呢 我们继续同步就行了 同步就执行这个sync.js 我们看一下 nodesrcdbmodel 不是model dbsync.js 我们同步一下 好 同步完之后 我没有报错 对吧 没有报错 我们看一下这个设计库里面 这表我们需要刷新一下 刷新一下Ublocks表 blocks表呢 我们可以简单的 做一个查询 虽然说什么也没有 看一下各个列 各个列都已经有了 然后我们再看一下 外件是什么样的 我们选择这个altotable fornkey 看一下啊 是有一个外件的 对吧 有个外件对应到这个 users表的这个id 这个地方大家可能看得不清楚 但是你自己操作一下就可以了 反正就是有外件的 然后 还有一点 差点想不起来啊 我们现在Ublocks表 是没有数据的 就是我们重新进行 进行的数据同步 那就把这些数据表给清了 所以说这个地方呢 我们就需要 重新去注册一些用户 重新注册用户 我们就把这个服务给启动起来 OK 那我们 Login 现在还是登录状态 虽然它的数据已经删了 但是它 Session没有删掉 对吧 我们需要删掉 Session就需要从这个地方 删掉 好 登录 这时候我是 再去登录里4 就已经不存在了 对吧 然后明明把货续失败 它用户就没有了 所以说我们出色一下 比如张3 123 123 注册 登录 OK 看一下setting 好 张3就有了 对吧 那我们就先注册张3吧 那 然后我们什么时候用到里4 再注册另外一个户就可以了 总之 这个完事之后呢 我们那个 出击模型就已经同步完了 然后这个时候 我们可以把代码 Commit一下 看一下修改的内容 然后这是增加了一个内容 叫 微博用户模型 革命调完之后呢 我们直接 Future Create 直接Post一下 Post到远端 好 那到此为止呢 我们这个数据模型就解完了 就是依赖于这个 我们之前的这个数据模型设计来建的 建成这么一个block 四条 然后把这个外键给连到这 入到这个ID上 据上了